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在联登有人提出 应该放手让香港地产价格下调 这幅规则也有很多人讨论了 其实在联登也有14版讨论 近日遇上复活节的外游 但有不少人都表明了 其实复活节外游人数只比2018年的总外游人数多了几万人 所以与社会运动之前出游的人数不差很远 但现在好像怕香港经济差很多 也看到这个post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贪心 想讨论两件事 就是香港的地产价格是不是应该放手叫它下调 最终也会在节目后半部分讨论香港楼价是否最终和深圳看齐 如果朋友来到有东西 欢迎留言 会回答大家的内容完成今天的直播 事员在联登你的post 提位中言为香港好 他认为应该放手让地产价格下调 他说 现在即是Tony说 现在香港经济一潭死水 假日港人涌上深圳 窮得只剩下地产 因为商铺租金昂贵 为了平衡成本 他说香港服务业将质数不断下调 给同一个价钱带香港食垃圾受服务元气 这是他的说法 因为不排除在我们这个直播的某部分听众都是服务业人士 其实他们可能在工作都有一定的努力 不要经常打了整个行业的人 所以他也报告他 因为人手不足 做到个人好退 所以都很体谅他们 他说给他不上销份 只有让房地产下跌 香港才有救 他说作出一随定音式的说法 其实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地产法权 首先他的起题就是为香港好 其实他说到地产就卡住了整件事 租金贵是令到香港复原不到的主要因素 在这条frag下面的讨论也有很多人留言说 地产霸权是害死香港主因 所以我们稍后会花点时间去讲解 地产霸权 也会在今集说一个研究报告 在节目后半内容会留意 想听都可以留在这里 其实东德和西德 如果大家有这么一年多 其实都是1989年发生的事 曾经是分开的 因为以战后遗留的问题 他现在reunion了一段时间 究竟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稍后会讨论 也会讨论一下澳门和珠海的情况 所以想听就继续留在这里 但我们先讲讲其实河卫地产霸权 以及是否只是搞定了地产就搞定了香港呢 先讲其实现在的香港的地产 是真的代表了一批人的 包括大家耳熟能祥的成哥 四叔或者一份大楼 他们其实在1980年都将英资换了下来 其实香港有些公司 例如Willock 现在还有卖楼 虽然它分炒 是从某些公司去管理的 就是牛奶公司或者惠康 其实这些都是早年的英资公司 它在1970年至1980年 就规模很大 现在也不是很小 之后就换了下来 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 有些人称呼 地产那批人 或者有些人说的地产党 外面说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名词也未必太妥当 而香港其实在经历着 再下一个改朝换代的情况 香港上次改朝换代之后 是有些改变 但是不是又代表更差呢 又不是 而呢 确实我同意 香港和深圳融合着 但香港和深圳的楼价 不是简单到最后 楼价和人工 就是两个加起来随意 就是 譬如深圳说的 譬如在连同口岸 你看我拍片都说过 我们亲身去过的 我自己 那 那 那 四五百万 就说 整 整个整个 为八五平 就是 香港药幕 15尺 一平方米等于10.676尺 那药幕给我整个十 那 香港的楼是否要和深圳拉平呢 这张照片其实开始有些玄机 就容许我们将整个框架整理 其实香港呢 原本就打通那条很大的财路 也都确实我同意 因为这条财路令到香港现在过分单一化 这幅图是说的 这个站不是香港的 其实是深圳的四号线 清湖站 那 各位都说不定听着节目的 最近都有回过内地 回到深圳消费吧 本身就是内地的朋友 那 其实都知道深圳四号线是特别的 由这个 就是由那个什么关口 香港的洛马州就可以搭车去到深圳北站的那条线 其实就是深圳给了地铁营运的 那其实香港呢 就过去几十年呢 就研发了一个很有效的模式 就是起个站 他这件事最巅峰的就是做到去康城 就是 直接逼个地产商投地 那时候不是我说的 其实是有些不中标的人 最后说回 说我将投康城那时候 商场的收益的大部分 例如写到成六七八成了 最后都不中标 那换言之 其实最后中标的人 可能要负责起楼 和卖楼要和香港的地铁分之余 还要把下面的商场分成 分到超过七成半给地铁 才会中标 那也都由于为了租金的收入平衡 稳定 香港人都确实觉得每个商场 其实都差不多 大家都明白 来去都是那些店铺 那令到很单一化 而确实这个往往就是 大富翁玩到抹局的时候 那些楼已经被那些有钱都拿了 而确实社会 就是由一堆拿着收租 因为每个月有奶饮 有租金收 而你一般平民很难 和他角力的一个机构 一个集团去管理 而逐渐出了个字 就是这十多年前的兴起 就是地产霸权 原因是大家觉得它很难打破 但是政府又不是说 既然这些人说这么难打破 其实政府就是做了事情 那确实在社会运动之前 确实在社会运动之前 就是深圳和香港融合 就拖慢了一点 但是一通关 这个融合开回来 而呢 首当其冲 其实就是现在 我把框架 其实就不应该只是focus地产 其实就是整个港资 这些资金的一个资金集团 他们透过打招牢 引起外国人来投资 做好的股市 你当做好好的牢 做到一个香港资金 你能够和中国交集的地方 多人懂英文 那些工作人士很努力 聘请一个香港人 等于几个外国人 而令到香港的人工超高 这个香港的建设 其实呢 这个集团也有份做的 亦都因爲他們要EFFECTIVE 所以他們不侵外人玩 所以買西餅主要都是買幾家 例如美芯 亦都無可效費 但現在因應形勢 他們轉到玩法 而大家最重要探究轉到玩法之後 香港的樓價會倒閉 我明白 我會繼續說 現在節目開始了 一會兒 也有人說 林Sir已經Like了 莫文青 來到朋友可以Like一下 亦都可以留言問一下 如果我們有微信的聯絡 可以數碼去找我們 但現在看到這張圖都說 接下來香港會怎樣轉型 會發生什麼 其實都正在發生 不過我現在這張圖是2022年6月29日我出的節目 當年特慶回歸25周年 現在是2022年 主席來訪說 我當時貼了兩個決定性的政策 為香港樓市七一後的佈局否釋 而其中一個否釋 如果大家有跟我的頻道說 就是關於輸入外露 而其中一個特別就是 香港的建築工人 確實大家知道 如果你真的夠膽做炸鐵 會很貴 但當然 爆發是給你劏藥費 而這些高建築成本 究竟最後怎樣解決呢 去到2023年11月 有香港媒體的報導 大家知道香港現在正式推出了輸入外露計劃 近半年前推出了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就是放寬多些行業可以拿外露進來 而截至上年年尾 已經有12,000個外露在申請 而當中申請的外露 很多都是試應生和廚師 只是試應生和廚師佔了12,000個人的一半 當中的職業是有限的 但這些會代表什麼呢 確實就是 我當時已經預示了和人想說 香港其實透過輸入外露去降低一個勞工成本 不是沒有出路的 其實這樣做的話 反而可以令香港的服務業 重新復甦 其實這是一個好事 加上降低建築成本 亦都令到樓價可以賣便宜一點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因為始終香港真的生活成本是貴的 當時說了這件事 而最後 你問我其實整個輸入外露計劃 最大的得意是誰呢 那你就像阿林Sir 這些我們的公司兒子 十多二十人那些 加上我們是servicing 做賣樓 賣保險 或者做一些投資性的項目 我們輸入外露的人都不是那麼容易上手 所以 最受惠的就是 因為26個行業包括了收銀 包括了 Junior廚師 或者時營 或者是地盤工也可以 科問也可以 有小部分 其實大家都想到這些大集團 才會大量聘請這些人 所以政府是送一張給他們 令到 其實你問我地產霸權 是不是又真的好像 說到 他們末日或者這幾年是無從受益 我又不覺得 加上 他們原本 其實是想把香港的模式 把香港的牆 就是在深圳複製而賺內地人錢 其實你也看到的 甚至回到廣州或者深圳 你會看到緣起 其實他們做了一半 不過他們估不到 他們在上面深圳做到的頭 現在反過來真正是被人玩了 就是 現在不是緣起上去 而是上面的起茶下來 而上面 尤其是飲食業儲存幾個優勢 現在是鬥贏香港人 為什麼是說贏呢 其實有些的行業已經贏了 當然 大家很快想到 這樣人工 我們是不是香港會下跌 會因為輸入外勞而下跌 錯的 你問我 只是沒有部分香港人未必太想做的行業的人工會下跌 但是你說專業人士的話 現在暫時 未見影響 而內地是輸入不了一些人才 例如 這個六號牌幫人上市 或者圈錢 可能你覺得 香港的股市 不會再升 不過今天正正恆生指數成交 是達到千多億 還想補充多個新聞 預先跳一跳 就是 其實這份Boomber 你見我喜歡引述的新聞都是引述外國 因為由外國的新聞 唱好香港 我覺得會有公信力一點 一會兒引述過 香港的月亮日報 你又說 其實說了一些偏頗 其實你問我 網上的媒體 其實說一些東西 在哪方面最為偏頗 大家心中有數 不過好了 我引述Bloomber 還有我不知道Bloomber New York Times 或者Weuters 我都會 但Bloomber 今天 的版面 其實就是 Investor 在unwide 那些 Buy India Sell China Stock Trade 他覺得這一支都大致 中國 在印度就玩完了 就應該調回Buy China 而China的PMI經理人指數 今天月初公佈 已經重新恢復 已經重新恢復了 50%以上 而這個趨勢 除了中國 我不是特意要闖上中國 其實美國的PMI 都轉好 台灣雖然未升穿50% 但都大幅改善 所以我想說 其實全世界的經濟 是慢慢找到 好的氣力 香港的股市 無論你覺得 對不對 聽得到 確實有部份 男生是如有波波 司長這麼說 是因為外圍因素人質 其實全世界 息這麼高 又大家緊張 你又要人花幾千萬 如果那間公司小 上市費來香港上市 就是 你說得這麼容易 其實一般的老闆 做得老闆都很懂計算 又怎會亂花這些錢 但反過來 市場好一點 或者令到香港 重回一個 低稅 令人覺得 賺到錢的地方 開始想得這麼差的東西 逆轉可以很快 好嗎 但先說其實香港 因為中國經濟轉好 而令到香港 吸納了一些 平價的外勞 而重新這個機會 再換那一批 不是美心 或者是內地包師傅 賣餅的 這樣的形勢 是 是 完成這個形勢的塑造 由港資換走中資 以我所見 是更大機會 去完成 和進行 更加上你問我政府 想不想這件事 看到 由中資取代 原本的港資 你想你 但我覺得樂觀 所以大家很多人說了這麼多年 說你的隊伍地產法權 其實現在就是和你換一換話 但換到這裡 可能有些人又不開心 這樣一會都明白 有些人說 我做了康奸 雖然現在的26個工種 沒有輸入康奸 這是補充勞工計劃 不過他一個不幸輸入 問完 然後原來又會偶爾出來 康奸的櫃面 站陣 那我不是PK 不知道 這些 不過確實有些行業香港 都真的難聘請人 一旦輸入了外勞 首先說飲食業 容易聘請人的 確實 尤其是這二十幾個工種 工資確實會下降 但這26個工種的朋友 是不是很喜歡買樓和炒樓呢 我個人覺得還未會 因為他們工作比較忙 那你要做康奸和 去做市映的 要去炒樓 其實你都知道 做市映通常 放假或者晚上要工作 可能性不大 但是說回 我說的中資取代港資 就不是交惡 其實大家有留意到 生活細緻應該看到 就以街市來講 已經被中資征服了 這個是我在之前的節目 已經提及了一次 大家看到現在去街市 是沒有什麼人 進到街市入面 去買菜 因為在街市外 沿著街市的路 已經被新介仔和加龍 就已經搞定了 人家是賣得比他 還要不需要去街市入面 可能中多次COVID-19 或者 老人家去得買菜 始終現在老人家多一個 不小心PK的話 真是 真是很麻煩 所以就不入街市 其實這個battle的經營模式 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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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沒得打的 第一個先KO了 就是內地來的人 還有你說 來賣菜的員工 當然如果沒有香港身份證 在賽檔幫忙 當然是非法 不過 其實加龍要請回同鄉 香港身份證打工也不是很難 更何況 香港政府已經批了香港讀VTC 或讀碩士的人 的學生 可以在香港兼職 可能你真的看到碩士賣菜 他跟深圳比 人工也更高 稍後再談談香港工資會 跟深圳拉雲 但是下一個追擊的是誰呢 Hong Kong TV Mall 就很快浸到上水 Hong Kong TV Mall 幾日前公佈過業績 多人是Ricky Wong 我先說 其實他確實是一個 我想他個人都很喜歡做生意 當然我也喜歡 但是沒有他生意做得那麼大 沒有他那麼厲害 不過做生意的方案是怎樣 或者宣傳手法是怎樣 人人不同 我就沒有辦法跟他一樣 但是以Hong Kong TV Mall 其實 以他公佈的業績 幾日前公佈 你可以上網 我講一下 其實他也講了 每名客戶的貴度平均購買頻率減少 由2022年第四季的5.1次 跌至2023年第四季的4.6次 即是on year to year比較 可能你說因為解封了 2022年都還在封城 2023年都沒有解封 但是你問我 無論在消費額 其實就是 year on year升1.78 就是這樣 那麼 而黃維基表示 香港大部分零售企業 均反映市場極具挑戰 王先生個人相信未來一兩年都要謹慎面對 目前香港網購佔整體零售業的百分比 仍然很低 而不上消費未有對習近平生意構成影響 簡單想說 其實 市場很有挑戰性 不過香港還有得玩的 因為香港的網購比率 其實跟外面的比率很少 但是先講網購比率 你見到少 但可能 內地的app 內地的 美團 或者什麼什麼都在香港做事 那會不會對 1137造成 我想都不是打擊 是重大的打擊 我個人就覺得這個是他下一個 很受挑戰的一個行業 反而銀行業在香港 或者保險業是不會受挑戰的 我已經在上集節目指出 香港一個地方做過的保單 已經等於全中國 AIA的業績我在再上次直播說 AIA三月中公佈的業績 我三月尾做了一集 說香港一個這麼大遠之地做的數 已經等於 全中國 又或者 AIA幾個東南亞國家加起來的數 都不夠香港一個多 而 香港你問我主要的角色 你問尖沙咀 這幾天很多人拍了照 廣東道的商場 沒什麼人去 其實這麼說 逢親放假 中環和 尖沙咀 都沒有什麼人去 除非在五日有勞動節的人 你平時星期日去中環期都沒有什麼人 因為那裡是上班區 自己近廣東道 名流上都是那些做保險 或者做地產 那些星期六日不會回去的 就算有都出去見客 那裡只是正常的 不過你去那些沙田葵坊 荃灣那些商場就有人了 那裡的民生區 但是你問我其實 其實 說回回頭 為什麼 為什麼這集的直播 會用英資轉港資轉中資呢 你問我看法 其實現在是處於一個 處於一個 都是 二十幾三十年前發生的事 看到Simon Simon Hi thinking 常常多謝 爸爸說 沒有了 沒有了 要減薪 如果想知道我們最後會減薪 或者樓價 會和香港加深圳隨意 你可以聽下去 其實我一開播直播都說過 確實香港和深圳融合 在世界上找到近同歷史的地方不多 不過我們就找了 東西德 柏林融合之後的數據和大家說 以及 珠海和澳門的數據和大家說 我會在節目的較後部分 和大家用其他地方經驗去否則 香港究竟將來的樓價和工資會怎樣 但大家也歡迎大家留言 例如詩詩章說香港樓價跌到幾千一尺 都歡迎樓下言 但會逐步否釋 但先說香港其實現在經歷的歷程 在以前也經歷過的 我覺得大家不需要那麼擔心 當年 其實英資剛才開播都說過 很多機構 牛奶公司 Wilrod 或者 置地廣場 其實現在還在 到了70年尾 80年代 尤其是 中英聯合聲明 談判 其實英國人都知道自己退場 就把不少的英國業務 賣了 即使這麼說賣了給 四叔 成哥 香港是1972年 就 這樣說成哥 總之 長江是1972年上市 一開波上市就升了5倍 股份 方便成哥圈錢 成哥圈了錢 我沒有記載到1979年 其實成哥都不夠錢 去買了黃埔船 但當時有人撩 成哥買 加上匯豐推波了 在1979年匯豐借了 不知1億還是2億 但留意當年1979年的1、2億 被成哥 成哥還成為匯豐銀行當年的 副主席 然後 有錢買了黃埔船奧 之後 拆了重建為現在的黃埔花園 當然 黃埔船奧為何叫黃埔 因為清朝黃埔是一個著名商人 就是紅遍 由上海至到香港澳門 以至到東南亞的航線 這樣 那麼 那麼 所以 其實 成哥有他 由英資手上拿到重要資產的 真人真事 就當大樓當年是股壇追擊手 好像他現在是橫資業 其實當年 也是 購買股份得來 不過是不是追擊呢 我就不要亂說了 大家可以看回網上 對於大樓 由整風扇 愛美高 到 瓊吞 一些 英資 英資機構的英雄事跡 可以網上找到 不過集中講成哥多一點 但當年其實由百多年代 發生過一系列 就是英資轉港資 的真人真事 現在去到 二十多年過後 就一樣 改朝換代 這批港資的網絡 一來 主持人 或者那批核心人物 本身都年老 他們的後代 有沒有魄力去繼承 不知道 不過 新的中資 現在有幾方面 是幾利他們的 首先當然就是 其實就是 剛才說街市這個行業 已經很容易被人取締了 因為當中技術少 晚上找大卡車運下來 早上找人賣貨 到網購很容易大家想到 其實上面 網購不僅 找人送上來 一車一車 直接是找一個美團 你買包藥 拿到去掛去你門口 都行 所以成哥其實都很動色先機 其實在這十年都不斷說要賣八戒 其實八戒最賺錢的不是只賣那些 那些商品 而是那些收上架費 收到 我想都 燒到 最多合五 但現在多了很多新的內地品牌 等於內地人喝農夫生存的水 而不是喝香港的磅 所以超市行業正在改變 你們都看到香港有不少超市 Ada 八戒或者衛康開業 而下一個更會改變 其實就是飲食業 香港人都自己 在經歷 因為內地的飲食業有新鮮感 而他搬到來香港做 就當早過來這個場的海底撈 你亦都以後不排除看到他一些碩士生 去到海底撈做兼職 其實就增加海底撈的 這個 工資成本 至於他們的入貨 其實就一早因為新界仔的那條線 證明了他能打得贏香港的食肆 在人工和來貨都贏之下 加上服務態度 他們請回內地來的人 內地先說 內地是嚴重內卷 為什麼內地人或者香港的租金 仍然高居不下 仍然是這麼有吸引力呢 這幅圖其實之前出過了 其實內地有篇文 看完香港孩子的名校取錄律 他們才知道什麼叫教育不公平 這是二三年內地的文 雖然他有些賣廣告成份 不過不要緊 因為有些都是法 首先內地的高考人數 如果全國計 1100萬考生 就當不應該用全國計 其實正以廣東省 考高考的人是76萬 但是香港一年考DSE的人 只有5萬 而你猜到將來還在少 如果不是內地的人 過來補充 而內地的重點大學 分別是985和211 這些上網你會找到 今天時間寶貴 不再詳細解釋什麼985和211 但只計985的最重點大學 取錄率只有2% 計算211是6.4 但JuPUS 考得JuPUS的人基本上接近四成都要入到香港的大學 加上現在來香港讀大學 還有機會 可以在香港做part time 而 內地的餐飲業老闆 也會這樣想 例如海底撈 例如手打檸檬茶 他們在香港賺的錢 是美金來的 因為是港幣 而港幣對人民幣 在過去這一年 升值6-7% 加上賺美金 是可以打通全世界通行 所以你說對內地商家 其實也沒有說 原諒廣東省的商家來說 在香港做生意有沒有吸引力 一定有 因為他們有方法 賺到香港人的錢 也賺到的錢可以回出去 而美金對人民幣升值 還有就是 在香港賣的東西 可以賣得給廣州 為4倍 給深圳 為2-3倍 香港是不是一個很好的營商之地 都還未計香港的稅率 是低於中國很多 同內地是先收稅口出糧 香港如果像我們做生意 今天已經收到稅局 轟炸給我們的報稅表 稅局 去稅好準時 說要扣你一百八十日 就真的是一百七十九日 才給你 稅局 寄保稅表也很準時 4月2日就順暴了 但是 怎樣也好 香港的稅制和稅率 都沒有內地那麼深重 所以 香港有時候我覺得 都值得去想一想 其實香港是不是一個那麼差的地方 如果你看到內地的嚴重內卷 你就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 要來香港 租房 而令到香港的租金 暫時都跌不下 我剛才用投資的時間 就講解了 現在香港發生的事 香港人的思考框架 就沒有什麼特別 不需要說 你說會不會 人工 跌倒自從深圳 深圳一般理解 六七千元 如果是一個基層員工 廣州四千多 當然 如果深圳技術性員工 兩三萬都大把 深圳 很多人在打工階層 或者是 奔馳 雖然現在 國內進口 外國車是貴很多稅 但也不代表 完全沒有消費力 而香港這個進程 由港資轉為中資的進程 正在發生 確實 令到有些人稱呼的所謂地產霸權 錯失了如意算盤 他們未達到 他們所想的上中下策 我想他們作為地產 大家稱之為霸權 他們都有智囊 好像霍大班 霍建寧 都是李沙智囊 他們滿腦都會想著 我猜 這條橋 例如我們拍著港鐵賺錢 加上做高個市 去圈些錢回來 令到香港人 本身人工高點不介意 我賺得更多 這條水 加上我們出薪 給那些員工 其實他們自己的朋友 開美心和大家 都是賺回那些錢 沒所謂的 這個如意算盤 最後打不打得響呢 不會事事順利 經歷了社會運動之後 其實他們本身的上策 我想就變成賺得往盡 變成中策 中策就是你要抽中資一起玩 其實這個結果 也是國家式 你香港一個這麼賺得到的地方 你不分給國內 其實 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要香港開 國內最厲害的來香港 做生意一定做得贏 這群地頭蟲 肯定最開波就是飲食業 這樣 這樣 也都在這裡說說 我們 有個app叫買樓2 是可以免費下載的 裡面可以免費放盆之外 也可以幫你看到 這個 近來主要的屋苑的股價變動 無論你是賣樓或者放盤 都可以早點知道你屋苑的價格沒變 尤其是那個樓市 無論你之後升還是跌我們會回頭解釋 但是 看到近期低位再反彈 即是股價 全部現在銀行都已經rewise過了 想知道銀行有沒有rewise你的屋苑股價 而令你要改價 你開掃這個QR Code 我們買樓2app是免費的 基本上是過萬用戶用 所以 給的伺服器不少 肯定夠租樓 所以希望大家給給面子 都可以like like我的節目 現在看我的節目 就87人 like了就二三十人 可以給給面子 現在只有10%多20%的人 在like這個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給面子 like一下 其實免費的like 你的高台貴手 是可以令到我們 有資源地繼續做到這盤生意 Simon樣說 林Sir你怎麼看這條門口 例如大興花園 我都會轉頭說的 至於他說近期商舖不斷倒閉 如果發展商減租會影響樓價 這些會轉頭回答的 大家有問題可以留言 但是我們就開始解答了 香港的人工 會不會最後跟深圳看齊 又或者香港的樓價 最後就等於深圳的加香港 加上隨意 我們先看東西德的例子 最後再看珠海和澳門的例子 然後再說回香港的情況 好嗎 為大家探究一下 如果有少年紀 或者有看歷史的朋友都知道 東西德其實中間的柏林圍牆 89年都拆了他 然後合併 其實現在你看到這篇文章 是2015年寫的 因為他們由90年開始 已經是25年 雖然我知道現在是2024年 不過 可以用回這篇文章 去做一個先導 我們會先由德國人的社會 再進化來看一看澳門和珠海的數字 最後反回來看回香港 以我看香港的樓價和公子怎麼走 這篇文章 一樣 一如以往我較為喜歡引述外國的媒體 因為香港的媒體 我自己覺得 他們比較側重報導一下多人like 和多人留言罵的新聞 例如 哪裏就 哪裏就的樓價創新低 或者反過來新高 他們都報導 有哪個人就 圈了半扒新樓 這些有迴響和有人罵 那個rich就好 但是外國的媒體有時都會多些專題式報導 值得嘴著一下 這位作者就說了 東西德拆了圍牆25年之後 東西德原本是兩個政治體制很不同的國家 但是他們同樣是 港德文的國家 最後就融合在一起 融合25年之後 他們發覺 of the最500個witches的German 即是他們根據做的統計 東西德合併之後 25年 如果計算 500個最有錢的德國人 只有21個是從西德 而西德仍然佔大部份 即是第一個開波都跟你說了 合併了25年之後 西德人和東德人的財富差距都很大 其實整篇文都很長 我都跟你引述了 其實 東西德就當 東德男人娶西德女人都很少 西德佬娶過東德妹 就有 但都是十幾個percent 他說有many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include the fast debt range in the east continue to be lower 合併了25年之後 在東德的人 的人工仍然是低一點 只不過是 大約東德的人是在賺西德的人的平均人工的三分二 2 third of the average wage in the west and the property 大家最關心的樓價 in the east is only worth half as much as in the west 即是樓價 西德都只是 東德都只是西德的一半 東德就是 以前的蘇聯統治 西德加入了 這個 所謂的 邪惡的 美國或者 Gunnetto 跟北約系列 還有 他說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為何合併了25年 東西德的樓價 和人工仍然差他那麼遠 其中 你留意 他們連pension system 都一起賣 NPF都已經很早 合併在一起 但他們的財富仍然是不均等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 西德的人 本身他們擁有的資產 他們的樓 都pass了給他們的兒子 而發現 有樓給兒子的家庭 他們是贏在起跑線 下一輩 都仍然是比東德人更有錢 所以其實如果你研究 究竟香港和深圳 最後合併了之後 會不會留價一樣 或者其實是否留價一樣 我覺得不是大部分人想要的重點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我想知道我將來的薪金會不會 拉均等到深圳那麼少 或者就是 我的樓會跌 其實東西德正正的研究 這方面 已經開始 開了一波告訴你 其實你持有樓 在香港 你才知道財富有效 傳承到你的子女 令到你的世代 都不會敢說有錢 繼續好一點 活下去 好嗎 你也知道香港有樓 不是叫有錢 都可以看看是甚麼樓 不過如果你說有樓 起碼在山頂 我想有樓五千多萬的獨立屋 都不敢說你兒子可以 吃到很久 一個面子就可以 叫他不要花錢 花得那麼便宜 而這樣說 德國也說起保馬 西德人駕保馬的機率 是東德人的兩倍 這個是東西德的故事 是真人真事 說到這裏 也繼續說近一點的結果 林Sir 不要說東西德那麼遠 說回珠海和澳門 現在like的人好一點 但是希望大家比避免下 繼續給下like 或者有問題可以問 先說澳門 早十幾年就已經有 23條這麼良好的法例 澳門大家都知道 對內地是很依歸的 直接這樣看 其實你說澳門和內地 或者和珠海融合 說真的早十幾年已經是 那他們這樣PK 不如先看看 珠海的樓價 其實珠海 我都去過一下 不敢說很熟 鄉州、坦州、 斗門 其實鄉州 就明顯 樓價 是23000一平 斗門是9300 坦州是10000一平 所以其實只是以珠海而言 不同地方 樓價都是拿一盤 香港也是 所以香港和深圳 就算拆到我邊境 好像珠海那樣 四處糊通 又會是樓價一樣 大家心中有數 或者說回我們的代表 我也是一個 劏房的 你這樣說 早點搞了不少時間 做的 營運者 劏房的人對price都 sensitive 對房價都很敏感 其實就以劏房來說 你在大圍 深水埗 和大埔 舊墟 那邊做的劏房 價格都很不同 而其中一個影響劏房的價格 這是千古不便 這個真的是定律力 劏房通常什麼地方租得起 為什麼深水埗都租不起 樓下雖然有食肆 但是食肆本身 不能夠提高的穩定工作機會和價錢 不是太早也是 那些人經常走 說到最後 劏房那裡怎麼直租 就要附近有工作機會 賺到錢的地方就有人租 賺不到錢 送給你也不會 當然也有些輔助因素 有沒有洗衣袋 有沒有兩個鐘米錶 這樣 那這些是輔助元素 但是說回珠海和澳門比較 我們就直接用2011年 至到 2023至2024年左右 由於珠海的數據沒有澳門和香港那麼齊 所以我找回 珠海近年的數據好一點 就很帥氣跟你說到如果 珠海2024年3月 新盤的成交均價是25000元平 而找回數字 說回中國2010年的一些報告 當年的新房均價有9700元平 其實都升了1.5倍 看到Joseph Joseph說 太古城和麗港城只隔一個海 都不會同隔 稍後再說 所以有時候有些標題 標題堂做出來 希望你看 但你冷靜一點 我們的節目主要是叫人冷靜一點 而不說真的 你看過這個節目 可能我又沒有能力 或者都沒有這樣的intention 去搞到幾千人看 可能我本身也沒有什麼能力 因為我又不是偶像派 但是我們 跟我們勾劃出樓市的資訊 我想 只有我們這麼傻 譬如 今天和昨天開始 多些人討論 香港和房價的樓價 會不會拉平 我們都算是很細心 從東德西德開始找資料 以至現在找到珠海和澳門 珠海說了 其實2011年 至2024年的樓價 平均均價 升了2.5倍 因為 讓位由9700元平 升了25000平 那澳門呢 澳門呢 就好一點 澳門因為2011年澳門 弄了一個指數 就像香港一樣弄了指數 不過香港的指數是1970多年有 1970多年有 澳門就是2011年開始有 政府的樓價指數 所以香港就是買樓 好玩和資訊透明度高 還有就是 起碼全部田道廳有住 香港的樓價數據可以很穩健 由1980年 說真的聽著這個節目的人 我猜有一半 都是1980年那時候未出生 已經有了 澳門也要2011年才 它的指數是18點 這裏分開全澳平均和澳門半島和 路騰 簡單來說就是澳門街和騰仔兩邊的價點 但是我們不分得那麼仔細 簡單來說 2011年至2023年尾 就是18點升到231點 即是升了2.31倍 亦即是 其實澳門可以這麼說 正式上回歸 都真的做了香港很多年 都是剛才說的 人家早就有了23條 這麼良好的法難 而且人家早就聽完 那又是否馬上PK 加上澳門有很多東西香港沒有 澳門有很多東西香港沒有 但香港有很多東西澳門近沒有 澳門的人有好過賭場 澳門消費物價其實是比香港便宜的 不過最致命的 如果澳門人問一下澳門朋友都知道 其實大家身邊不難找到澳門朋友 雖然澳門人口六十多晚 澳門人如果要開一個戶口 其實挺惡搞的 因為如果你說澳門人要開一個 要由澳門匯錢出去 澳門在香港開戶口都比較容易 但澳門要匯錢去其他地方 其實有些地方是當澳門基本上是半個敘利亞 就當你的錢要查得很清楚 雖然沒有敘利亞那麼嚴重 這樣可能誇張到一點 但因為澳門 澳門是一個很重點 看你有沒有洗黑錢的地方 而香港相對上 賭亂真的很多 香港人去其他地方開戶口 不會因為你香港人而被人問 但我先這樣說 澳門 在 韓服了之後 其實他的樓價 是和珠海 都一起有升 珠海升多了它一點 是不是 不是呀 珠海升少它一點 2.5幾 澳門2.31 也差不多 而親愛的香港 親愛的香港就差了 香港 從2011年至2024年計 樓價指數 182點到337點 升了1.85倍 其實比珠海和澳門低 也是因為香港基數高一點 但是香港就這樣說 如果香港和大陸比 這個看起來有匯價 如果同比同期人民幣的匯價 其實 就跌了十幾% 因為 由1美金換到6.300人民幣 跌至1美金可以換到7.2人 所以看香港澳門和 香港澳門和珠海三比比較 其實你看到 幾地的地方 其實要去 一 究竟 中資 進入一個地方 會不會令到那個地方的樓價 出現不好的現象 以澳門的角度來說 就不會 因為 其實現在澳門過關 去黑沙灣新區 很多新樓都是中資承辦商 正在興建的 你見他們的建造業 完全被中資 完全利用 不會像香港那樣 有自己的 那些精進建築 或者那些金門 但是他們 仍然的樓價 都有一定的上升 那麼香港呢 香港亦都 你問我那個 我們又不會說香港的樓價 是自聲不跌 只不過想說不是簡單到 是純粹把香港加深圳的樓價加起來 隨意 你見好像東德和西德過了回歸 即他們過了柏帕林圍牆25年 到2015年 他們的樓價difference 更大了 所以 其實很多時候 看一個樓價 升還是跌 主要看幾個東西 我想說一個key 1 住在那裡的樓下 能否賺到錢 2 賺到錢之外 他的子女 可不可以讓他的子女有前景 3 那些樓宇不蓋起 先說我同意香港的商業物業 都確實要回一回 其實是好的 如果你在香港有看開住宅和商業 香港的住宅物業如果一千萬市值 若我租到 兩萬多 兩萬頭至兩萬宗 但如果用一千萬萬公下 之前 基本上租到三萬多 或者就算商限 都租到兩萬名 所以香港其實的 工商限 租值 明顯高 這樣 這個代表了 其實都不是香港本身 做生意的成本就低 加上補稅 亦都沒辦法 而這都反映了在他的 住宅 在他的 工商下 比較值租 但我不說那麼遠 因為可能大部份人 更加對這個 住宅有興趣 住宅 這一點 這一點 其實 首先說的 因為我們樓界要站得穩 最基本付票三樣 主人找到錢 老爸老母找到錢 兒子不會被人捉到 子養又回不上下 加上讀書令他父母覺得有前景 最好是不是屎片 不關事 起碼父母覺得OK 第三 如果我不住 房子調轉租出去行不行 又或者這份 那些錢 可不可以容易 撥回水 而我現在 這個 你現在看到的 是有第2段片 就是 我們都在7個月前 做的那段片 就是深圳消費會 整世香港樓市 香園為口岸 引爆炒樓熱點問號 我後面這個 其實就是 連堂口岸 如果你在香港 香園為一個 對面就是 深圳連堂口岸 連堂口岸 上面是一個 新世界御苑 不過留意 新世界不是香港的新世界 是深圳新世界 所以在內地 其實這些東西 不是內地人不知道 他們都知道有些復位 我在當地拍照 當地有中原 內地 在說 四五百萬一間樓 租出去多少錢 租出去 租出去 如果是四五百萬樓 租出去五六千元 我這個根據深圳御苑比較漂亮的樓 我先說我不是深圳每個區的樓的專家 但香港如果你在香港 四五百萬買一間樓 不停地租租 香港的租金 是比深圳高一倍的 而 我們接待過那麼多內地的客人 很多時候 我們第一次都會跟他電話溝通 因為他沒有下來 有時候還沒給香港 我們跟他說香港的租籍 或者他們用內地 另外一套屬語 就是租租比 用月計 簡單來說 香港的說話 租籍 是四百多萬樓 收了一萬三 他們不相信 通常第一回合他要看樓 要實地 但是他例如 假設去沙田太太 真的租到那麼多錢 那周日山說的不是玩意 他們才會相信 因為內地 眼以真為信 因為內地有很多假的東西 大家明白 你覺得是就對 覺得不是就不是 所以就是計租籍 香港扭到比上 而現在來說貴一度 香港租籍會和深圳拉平 香港租籍稍為下跌 但現在香港還拿著很多因素 令它不容易跌 首先其中一個都是 剛才西德那篇文章 其實內地 的人本身的資產 和香港的人的資產比 還是掙天共地 為什麼西德的人仍然過了二十幾年 仍然有錢 因為就是他老爸老母 把房子放給他的兒子 而這件事你想想 內地的資產和香港的資產 仍然差那麼遠 香港隨便賣一間太古城 就當你現在虧了 八百多萬賣出去 對於深圳來說 都是天文數字 所以你有一間房子拿手 反過來對你使得 奴隸時堂 14億中國人競爭 會不會有優勢呢 我覺得一定有 何況香港 低稅略 這個肯定 如果你 認為稅率這件事不重要 那可能恭喜你 你通常都是在報索身份稅 還可能有退稅 但是稅率這件事對做生意極之重要 何況在香港賺美金 還要贏匯率 和你這個世界很難找到地方 那個人口密度 為什麼香港開了那麼多商場 和地鐵 加上和深圳地鐵玩 玩到樂池不疲 玩到就爛 最後被人玩回頭呢 這個剛才說過了 如果剛進來可以聽到之前 香港其實有些地產霸權 所謂的如意線盤 就是把元氣開上去 但最後經歷了 天下社會運動之後 發現原來是手打檸檬茶 逆襲回香港 但是為什麼兩邊都有得這樣運 因為珠江三國洲附近的人口密度和全世界流港是超高 加上墓地震 還有那裡請人 其實是超勤的 我不敢說他的世界有很多地方 但如果你試試去英國對張支票 就當順利 總之 都不會是今天日明日對流 我沒有說那裡不好 所以其實香港人是精明 在香港賺錢 又在其他地方退休或者其他地方玩 是厲害的 香港我沒有說叫你一輩子住下去 但來賺錢 確實是有百多年至今都是香港好的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那幾家殯儀館都要蓋在紅磡閘 而不蓋在這個沙頭角 因為以前就是香港 根本是一個輸入外勞的地方 很多來香港的新移民 都是大陸來香港想找個機遇 但不幸好香港做事死了 他們通常條絲就要有需要運回鄉 但是因為運不遲 太多人死 或者假期做不遲 就把停屍間放在紅磡站 即是以前九港鐵路的站頭側 所以那三間店 即世界和萬國 就是在紅磡 而不是在土瓜環 或者不是那時候的吊鏡嶺 所以香港最由始至終都是這樣的地方 還有請一個香港人 一個打到多少個 外國人 就沒有說香港很好打 我也知道外國人 創意很好 但創意和堅持和執行力 只需要有一個Bill Gates 有一個Eon Mask 還有一個Team Code就可以了 其他都是被人堆住做的 而堆住做的那些人 學生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找 就好一點 想懂英文就出多些錢 來香港請 不需要懂英文 只是做踏石仔 就回深圳請 高效率成事 還有為什麼內地人要來香港 你覺得香港差嗎 這個世界有些重捲的地方 你沒見識過 還有那句 別人也想複製你的成功 買一間香港樓 流傳下代 有Angelo Zhang 多謝你 說我們兼職代理和WhatsApp寸錯字 是不是 是的 我們現在都招兵買馬 尤其是你普通話聰明 或者都想在香港 做一下我們的兼職和傳職代理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夠人手做 總之可以WhatsApp你利力給我們 歡迎都在WeChat 所以 內地也有些人 想來香港找個機遇 因為內地在這一刻 其實看到的薪氣 可能比香港還低 不過我又覺得內地的薪氣 不是完全沒有 就算 一 其實在上集節目也表示過 中國的出入口 已經在2024年頭的兩個月 是由跌轉升 而去到今天 中國公佈了 3月份 Whole month的PMI指數 即是 採購經理指數 簡單來說 你當工廠 究竟 能夠做得到嗎 現在是由 之前的49.1 重回到50.8 大於50就代表 行業在確張 而其實美國 都是由47.8回到50.3 台灣正在努力 其實仍在萎縮 52下 但 其實已經有一個明顯的上升 所以這幅圖其實跟你對比 台灣美國和中國的PMI指數 也都好像之前 討論銅價的 急帳的情況 所示 其實由原材料價格 急帳都猜到中國的工廠 其實訂單再有 你說中國和美國不給付 中國做過貨底 他做過貨底 然後和美國交 其實想一想 有人隔了半年 轉到一個彎 找到一條 再加上 總理 又 見澳 澳洲外長 主席 也親自出馬 去搞一下 Friendship 然後 不是說從此什麼事都沒有 但起碼有個很差的情況 把貨底 現在接近200人看到 50多人like 給給面 其實我要的都是like 你看我今天做的直播 其實都是很即時性的 所以 希望大家 就給個like 支持我們 然後 根據Weiter 4月1日的新聞都說 China的factory activity Explained at a fasted script 13個月 說明了中國經濟 是很大機會發生一件事 就是其實港資現在被中資取代 你問我這幾年會發生的事 一 確實大家吃到厭的美心和大家樂 應該就受益押了 也真的見到越來越多美團在 美團他們回深圳都知道周圍人 有些人帶黃色頭骨衝來衝去 所以叫你的年輕人不要亂走 沒有了 他們會來打香港的market share 香港雖然只有700萬人 但是香港人和深圳人比 很花錢 所以他們要打這個market 同來香港對於中國企業來說是賺美金 是很重要 而他們賺到的錢 更加都傾向留意香港 做什麼呢 如果不想擺和到時定期息低 就會買了 會不會有中國企業賺到香港的美金 將它換回內地 擺作人民幣 我不知道 不過你心中可能有答案 如果他們的錢 不拿回中國 留在香港 會做什麼呢 會不會買小物業或者 買了一間店舖也好 不用頂貴租 那就是 就算自己不用也可以租給別人收租 所以內地的人是趕十幾億人 人才也很背出 那 那究竟能否支撐到香港的市 我認為是可以的 也不是大家咬了那麼久 你不想見到地產霸權 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 就是見不到 第二 人工 人工我又不覺得會跌很多 在過去十年 其實以我觀察 內地 尤其是那些學生的 最脫 最出眾那一層英文就一定好的 好像我在史者私人行工作 我不敢說見過內地講英文很厲害 甚至我見過一個普通話 非常厲害的外國人都見過 真的令我 自己都覺得有點凋念 所以 內地 英文講得很可人才是有 但他們早在十年前已經經過香港走了 現在來香港這層是比較內地的中產 但他們都要來個活口 而那時候有個通病 因為我想這十年以中國的教育 就不太著重英文 你找回小龍書 甚至香港Youtube都見到 他們融入香港有其事 他們又在香港想讀好一點的學校 但他們英文本身 即他們中文和數學基本上贏了香港的學生 我問過很多教育顧問 他們都有同樣的看法 但唯獨是英文追 但這件事香港就有它的好處 所以 香港其實的 外國溝通能力不是外國事 加上香港人做事 都快快手手 現在十幾二十歲那些不知道 但現在市面上三四十歲那些 都還要做的 其實他們都快手同力 所以我自己覺得工資 輸入外勞會拉低他的工資 輸入外勞普遍是很多職業 真的很多人未必願意做 好像大家的餐飲很難請人 其實都要搞定那些 加上都令到大財團 可以compans 輸了有些生意給手打 手打檸檬茶 請回外勞 拉回雲料數 大家有辦法 其實是發生 這樣的一件事 所以我這樣看工資 香港來講 如果你是做的職業 是跟外貿有關 或者跟 上市融資有關 我知道在這一刻 你心情差做不行 但不代表 以後香港仍然沒有人上市 還不行 只不過因為中國的經濟環境 令到香港的上市職能暫時不需要用 至於你的外資會因為香港立法 或者因為一些原因不來香港 我覺得不會的 因為只要找到錢的地方 殺頭也有人來做 也是那句 虧資生意一定沒有人做 殺頭的生意 也有些人願意做 我先說我是不會的 但有些人都會做 就算外貿不來 外貿可以派他一條 所以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現在其實 美國和中國的PMI 都重新上升 其實不只是說中國 全世界的經濟 其實是 重上一個好一點的軌跡 而你看到 油價和銅價都上升 其實那些人對 工廠的需求 是上升的 種種 條數好一點 經濟好一點 無論香港的遊客 都會花多一點錢 就不會只是打卡 和吃菠蘿油 而且 也越來越會見到 但香港的吸引力 對於內地人來說 我覺得會少了 因為內地越來越雙破開 在香港 但這又無可避免 但香港和深圳 和廣州來講 仍然是賺到錢的地方 加上 城市建設好 你說樓價會很容易 和深圳拉平 我個人覺得 還有稅低很多 所以你說回答 我怎麼看屯門的 樓梨大興花藥和卓二居 先說 以屯門的換樓階梯 龍門最高 不過屯門先說 換樓階梯 其實很怪的 什麼叫換樓階梯 其實之前的直播 都解答過 一個好的區 一個好的換樓階梯 那些人才會留在裡面 然後將樓價越托越高 跑贏其他事 例如沙田 荃灣確實有一個好一點的換樓階梯 不過沙田區要和將軍澳加 白石角加大圍一起說 白石角其實屬於大埔區 但是 如果要找樓的客戶 沙田區有機會選擇白石角灣 馬漢山 這樣位置好換樓階梯 沙田上車就住在好運中心 或者金絲 或者CPL1 有些景的 你試客900多萬 或者現在也不用 選擇一個白石角 細兩房 再好景一點 你可能選擇一個700多尺 800多尺也可以 盈海的三房半 去到1300、1400 再好景一點 你可能試一下去西沙路 找一些入門house 或者天月可以有些house 都便宜一點 千到美2000萬 你見過回樓街梯 是很容易上去 但屯門是屯門的 一上車 我明白 整個三百多四百萬 新屯宗 或者你要方便 住在屯門時代廣場 不過屯門時代廣場的三房 我看過一次都令我很有記憶 他的三房一進去就可以上到床 整張床就是密封在他整個三房裏面 一打開門就是 好像叮噹的房間 同樣一樣東西我見過 落油居都有 不過落油居也沒有那麼誇張 不是 不是落油居 是立方 Sorry 那麼說回頭 屯門上車是這樣 到中產一點 那你就是 700多萬樓 卓爾居的大量房 那麼 至於你說搬去的黃金 可能屯門東已經是第二樣東西 而最標稱零零射射就是龍門 所以屯門的換口街梯斷 變相很多人 其實換下換下 如果不想買龍門 或者龍門的樓盤炒到貴 他們就會搬出去 變相好像那個店舖 留不到貴客 所以就不太健康 所以你問我 我怎麼看這條門的樓 我就回答了 會不會是深圳灣對面的兒童和後海 亦可以引用Joseph Yu說一句 用讀者說的是最真實的 深圳前海的樓 其實你認為會比天水圍的樓更便宜 其實先說深圳前海的樓 你認為深圳全部樓都一定比天水圍的樓更便宜 還有用多一句 多謝爸爸說的是 希望解釋都是部分想聽的東西 我用珠海和澳門比 因為其實大家心中都有數 澳門一春早就回歸了 但到現在還沒死 樓價都會升 以珠海來說 其實很多地方的樓價都差很遠 很多地方的樓價都差很遠 還有斗門一萬元平 鄉周兩萬三元平 一樣 大家都明白深圳 以我理解就是 深大 總之在深圳來講 西邊的樓價 近機場那邊樓價 比較貴 如果近舊區那邊 就比較平 而那邊的樓價不比天水圍的樓價 多謝William真 多謝Angelo John 指證我們的字的錯誤 至於你包包你說減薪 其實 香港有部分行業 都是黑市輸入了外勞 偶爾我們也有些人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也幫學生做裝修 有些學生都問我們 就是那些 可能他有一個人 是否也想說價 都明白 等於他買樓拋 也是幫你說價 我裝修比較便宜 我只是說 外面有些人 可以跟你做得很便宜 不過他那個裝修師傅用的那些人 未必有身份證 可能晚上就住在元朗某些貨櫃裏 日後就不知道出來做什麼 但是那些舊了東西 你可以用的你自己選擇出去用 不過舊了東西 有人來放蛇的話 屋主就要拘捕 所以其實 至於你說 新界仔會不會是 裡面有些人沒有證而賣菜 我都不敢說 個個有證 其實輸入外勞也開始了 不過 內地做了職位 就不像輸入一個人來上市 所以你不需要太擔心 還有一句 珠海和澳門 都未融合一一樣 再說遠一點東德和西德 其實我距離更遠 至於 三文英說 禁止商鋪不斷倒閉 其實你問我這個是一個好 你問我以政府角度來說是一個好的時機 就是換走一批新的客人 現在就是正正 當年英姿的牛奶公司和Viu Lott退場 而成哥和大樓上場 Sorry 不應該把成哥和大樓放在一起 他們兩個都那麼帥 大樓是走偶像派路線的 他這麼帥 現在問我 有些香港做開的推廠 或者有些在松林法則競爭之下 不可以 你這麼說 其實以前的三月 或者頭那一季 香港也有不少公司賺錢 難道他們賺錢 一定會告訴你 通常都是不可以才告訴你 賺錢的 當然是要躲起來 當然是要躲起來 賺錢的當然要躲起來 所以 你問我 我知道我這樣說 其實 股市和新鴻基地產價格 已經反映了一些 以傳的因素 其實這個 這個三月尾到四月 討論香港和深圳樓價會 一加 A加B除二是好事 就是把負面因素 預先Price 香港的商場 再 很難好像以前租到那麼貴租 其實不少反映了在新鴻基地產價格 接下來 就是中國經濟 究竟會不會抄底 現在只要這麼說 有跡象看到它真的像抄底 然後 讓香港換過一些新的品牌 再可以 我不敢說達到新的高峰 而去到一個不錯的時間 我沒有說香港會新高峰 好像97年 但是你問我多一句 香港是一個找到食低稅的地方 那些一千幾百萬樓 有人要的 那些1200萬樓下樓 確實有人要的 因為那些人都要找個鬥來找吃 這樣 等於美國一樣的 雖然我先說我沒有去美國 但是 香港那麼奇怪 其實你看 香港是一個地方 那個人的born city 跟Working city一樣 但是你知道在內地和美國都不會 出生的地方 肯定和做的地方 肯定不一樣 而他們很多選擇 去大城市工作 都是在大城市工作 撈完 老了 生活便宜一點 就回鄉下 其實也很正常 所以 你問我1200萬樓下樓 現在有價有市 還有事實上 看看這個 租金指數 覺得會發生的事情反而反過來 深圳的人 確實來香港越開越多 或廣東省的人來香港越開越多 在香港賺錢 因為香港的東西賣到貴 不久之前有英國牛油的post 就是一樣 確實跟牛油在香港賣貴很多 廣東省的人 中國人這麼會做生意 當然會來香港開店 會來香港賣貴 然後賺到的美金 難道拿回內地嗎 雖然也會 那就是反過來 香港變成資金儲權員中心 香港的租金 樓的租金回報 都比深圳樓高一倍 都還未算深圳租間樓 如果真的有租霸 容易收到樓 至於租金指數 其實香港 在2024年夏天之後 是未跌過的 就當A單位這麼小都維持在206點 B單位是183點多 而 這個特地和你印回1980年香港的租金指數 只有33點 81年是42點 因為香港808182是大膨脹的 所以那是83年才有聯繫 所以你的租金指數其實升得很快 至於2023年大約200點 換言之 香港在過去的40年 就當1984年來計 即是有聯繫匯率之後 聯繫匯率是83年後 1984年 香港有聯繫匯率 39年 和40年之後 2023年 其實是40升到206 升到5 這個就是值錢的 因為 你現在想掃錢 給你退休打算 你現在手上我當你數到500萬 你怎麼收息 你怎麼搞 或者你老惡惡惡會看錯的 你可不可以確保你的錢 在現在計算在2030年之後 購買力和現在維持得一樣 即是你駕500萬 我知道你現在都買到少許東西 但是如果去到20 2024年20年之後 你的500萬 和到時剩下的錢 可以買到多少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靠你的投資可以維持得呢 而反過來香港的樓 以40年來 租金升值升了5倍 雖然你說 不一定升的 香港之後止跌不升 那 你放在英國 這樣 但是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沒有說定了我先知 我不是現在跟你說 一定要香港還是英國 一定要新加坡 資金夠的 就幾遍都放 資金不夠的 其實你最起碼都有一間樓 就好像剛才東德 和西德的故事 現在西德的人仍然有錢 在東德 因為很多東德的父母 留下一間樓 留下一間樓給他的子女 令到他的子女 現在仍然有錢 比東德人 所以有間樓是很重要的 至於 買老豹 你看我們的分析很數據性 其實我也有上來 LOW 或者在經濟一周 經濟一周是我的專欄 LOW可以加入收費平台 做開一些評論 最近那一集都說了樓市 或者POW TEAM 其實現在不是第425單 現在是450多單 短短一個月之間 如果想聽到的買樓 POW TEAM 一些為你客製化的資訊 今天做的直播 就是講全香港人的問題 但是如果想談你的問題 和客製化為你計案 和客製化和你搜尋數據 那你就可以加入POW TEAM 地產行業的不同 我們會和你做開按揭 做好你買不買到樓 的預算 然後才出去和你看樓 和看到的樓 都是真的本源 和你買到的樓 我們會和你負責上會 所以我們按揭那裏 做到多少 只是回答你真的做到那個數 而不會發生一些 你簽到約才發現 不夠借 或者硬借了發展商按揭新樓 而最後逼著樓價跌 要便宜價斬倉這些慘劇 想找我們諮詢 先諮詢後刊房 先預算後刊房 著名先預算後刊房 WhatsApp或微信 可以免費談談 剛才你加入服務未遲 反正我們都同時可以在這兩個月 給了很多例子 買樓包 怎麼幫到各大同胞 希望大家 給個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我們channel八萬一人like 多謝大家 今集先說到這裏 感謝大家支持 也回答了 有部分的問題 如果看重溫的也可以comment 我們 我們會下集回答大家的咨詢 今集先說到這裏 下集再說其他東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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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